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单元 叫做数位照片编修技巧 那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平常数位相机 或者是我们手机 照出来的照片 我们可以去编辑它 就是这门课程最主要要介绍的内容 那我做的照片你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充满了欢乐 充满了回忆 那在以前我们没有数位照片之前 都是用一张一张写出来 那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把它表框 或者是把它贴成这样 把它整理出来 那现在有了数位照片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去编辑这些照片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DVD里头 等我们老了或者是小孩长大了 通通都可以拿出来做一些回忆 所以首先要请各位准备的就是说 请你在课堂之余 去找十张的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妈妈或者是你自己 或者你跟你的丈夫或者你一个宝贝的一些照片 还有录制一段影片编辑 好影片的 好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用这套软体 来帮各位做好满满满的回忆 这套软体就叫Photocap 这套软体有什么功能呢 Photocap这一套软体是一套免费 而且中文化的一套软体 它是由我们台湾人自己去开发的 而且现在已经推出到6.0版 OK 好那Photocap是数位照片的一些最佳帮手 所以其实因为它是不用钱的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用 那它的使命就是要带给每个家庭美好的回忆 而且它的功能都非常简单 OK 好那它的功能有哪些呢 你看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写真书 好扑克牌 名片 特色卡 这都非常实用 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做一个 你跟你的宝贝的一个扑克牌 可不可以 好那所以它譬如扑克牌有52张嘛 那看你是要准备这个13张的照片 还是要52张 不同的照片都可以 那你自己的名片当然更好了 好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 不用给别人赚嘛 好自己做你自己的名片 或者是现在快要到这个12月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做一张贺卡 好或者是明年的作例 其实这个Photocap都可以帮你去做出来 好那如果你今天好 譬如说你今天照片造的有一些问题 它可不可以帮你做修片的功能呢 好也可以哦 好或者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太胖 可不可以把它修小一点 好我们可以偷偷的修瘦一点嘛 好那这是不是可以做的事情 好也可以 OK 那还有什么功能呢 它也有一些基本的Photoshop的一些功能 好那所以看它基本的功能大概都有 它可以有这个专业软体的这个选取啊 影像功能啊 滤镜啊 图层啊 这些都可以 那最强的是 它其实还有一个做一个什么 简单的去背的功能 譬如说我今天我不喜欢我自己的背景 我可以把它删掉 可以 好那我今天假设我跟我小狗出去 结果狗没有来对不对 那我想要做一张我跟我小狗的照片 可不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各自的背景去除 然后把它合成起来 好这样子能让大家心动 尤其是它是不用钱的哦 它的功能竟然有如此长大的功能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样使用这套软体 好那怎么样去下载呢 请你到这个网站 它是一个官方的网站 我们连进去 好 OK 所以连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Photocap的这套软体的一个 好一个 一个网站 那我们要怎么去下载它呢 请你按这个 下载Photocap 好做好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下面 好我们来移动一下下面 好我们也可以往下移动 来看一下这边 好 这一个就是完整版的程式的下载 好我们点进去 好 这个程式版下载你可以看 你可以选到正体的中文版 有下载点 1下载点 2下载点 你随便选一个 好我们就按一个下载点 好它就会连到你这个下载点 好它就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储存 来请你按并存行档 OK 那请你自己先下载好 我们等一下再教如何安装 好那你现在如果已经录下来了 已经这个存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就是说那你要怎么执行呢 请你选这一个 好按储存 对不对 我们存好以后呢 现在请你按着开启这个档案总管 就是你存的位置 然后呢对着下载的档案 好连续按两下 左边的滑鼠按两下 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用图片跟各位说明 好 再来它就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执行它 对不对 所以你就选这一个按执行 好 然后呢 因为它是预设的路径 你都不要动它嘛 就是我们就是装在C的Program下面的 Photocap 6 然后选安装 在之后呢 安装完之后呢 请你就是 它就会等它 好不好 你就等它 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启你的Photocap 6.0 好那它怎么开 请你看这边 安装完以后请你按开始 好所有程式 好那你就看到你这是所有安装的程式嘛 好这边就会有一个Photocap 6 然后选这一个Photocap 6 好这套软体其实就是要带给每个家庭美好的回忆 所以实在是很适合我们这个 亲子色语编辑这套 这个课程的 来使用的软体 好可能需要等一点时间 好 那你开启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 OK 好那各位来看一下 你开启之后 这就是我们的Photocap 6.0 好你会发现它所有的工程都在这边 好那等一下我们才要介绍它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它有些素材包 譬如说你有些相框的一些素材 那它去哪里下载 来我们可以到我们刚刚的这一个网 首页 好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在这里下载Photocap嘛 好对不对 那因为其实这个是下载这个Photocap的一个软体 那素材包在哪里呢 请你按这边有一个下载与功能介绍 请你按回去这里 好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些东西 好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就是素材包下载区 好点进去 好这就有很多人来 这个好来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地方 好来再来 请你看一下有一个Photocap素材包的这个下载 按进去 好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好那一样 如果你要你要下载什么东西请你去按它 就是这个有一个Friend外框 然后有一些图档 好有一些多重的一些图框档 好那你要什么你就请你把它按下去 它就会下载了 我们决定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好你可以发现 其实这时候都是人家提供的一些免费的地方 那一样 他就会问你要不要储存 请你按 右键另存心导 这样即可 好 那装完之后呢 好那一样下载完之后 请你按到那个地方来 我们看比如说我下载在哪里 我下载在低潮的 软体 好你会发现有一个PC Material这个Texture 就是这一个ESE 那一样你就是按两下 好就是我们就直接按两下之行就可以了 好那他就会安装了 那因为我已经安装过 我们在这边就不要安装了 OK 好 各位已经准备好这个 你们的照片了吗 那我们现在先介绍怎么样把一张黑 比较黑 就是光线比较不足的照片 我们来把它亮度变亮 那首先要怎么做呢 请你看一下这边载入 好那你千万要记得你的这个照片是放在哪里啦 那我现在是目前是放在低潮 OK 我是放在低潮的 我的这个Picture 那我已经准备好一个就是说 把要处理的一个照片放在同一个资料价里头 好那我们来找亲子摄影 好看一下第一张 好按OK 好他就会把这张照片载入 这是我 这是我狗女儿 OK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我让它变亮呢 OK 好大家懂我的意思啦 就是说 当如何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张照片 变成比较亮一点 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是比较暗的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处理 好今天给各位一点点时间 把这一个照片载入载进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怎么样让我们的照片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灯光不足的情况之下 好那怎么样让你的照片变得清楚一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这样载入 来先选载入 假设我们要选这张图片 OK 你会发现其实它真的是在 这个比较昏暗的状况之下处理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选影像 好选亮度及对比 调整 你会发现左边这张是假暗的 这是我们人的原始档 好那怎么样让它变亮 先选这边右边 你会发现 那它的亮度变亮 但是其实会变模糊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把对比调高一点 好你会发现很明显的 右边这张比较亮 而且 也比较清楚 没有那么的模糊对不对 好那你会发现如果有些 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动于人的时候 欸它不见 也就是说在调整的时候 它右边不会跟着动 好那请你记着把这个 掌勾打开 好按OK OK 那就做完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储存它 因为 呃不要把原来的那张图片盖掉 这是我们调整好的照片 好那我们就按储存 好那请再一个掌名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按OK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按OK 它就是JPG的档案模式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调整PNG 然后看你要有什么样的档案格式 OK 然后呢 大家说现在压缩品质是90% 好那我们按OK 好我们就可以把它储存下来 好那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这样子是摄影编辑 没发现重新存了一张档案 在这个名称就叫做B0比妈 好这是我们刚刚 做好储存的一个格式 好请同学现在做做看 好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是影像的 这个亮度及对比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载入的是新的一张图片 你会发现很明显的 右边是比较黑 好所以呢它就不够亮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 这是第二种方式 我们选色列调整 好一样的 就是说你的左边是原始的图片 右边是你等一下越来越来越图片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选这个下面这个三角形 我们往左边拉 好你们发现整个图片都亮 好再往左边拉 好就会更亮 好我们极端一点 要发现整个都亮 对不对 但是我们当然不要这么亮 好我们把它再移回来一点点 OK 好 这样子就是符合我们想要的亮度 OK 可以发现左边是明显的暗很多 右边明显的是亮很多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再移回来一点点 OK 好看你想要什么样子亮度 OK 好我们按OK 好这时候我觉得它有点模糊 那我们就可以再来做一次调整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到刚刚的亮度去对比这边 那我想要让它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对比往右边拉 OK 好看你想要要什么样的样的 的感觉 好 好 那或者这边也可以再调一次亮度 你发现你往左边拉 这时候就会一片暗 这是我们跟我们刚刚不一样的 好 不要这么亮 好 我们再移回去 像刚刚这样子就差不多 那我们再对比 让它再对比一点点 OK 好那不要调也可以 看你要什么样子的样式 OK 好 做完以后就一样可以按OK 然后按储存档案 这样就可以了 好这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二种方式 就是在影像色阶调整 好 看你要怎么样的调整方式 你会发现其实它的色彩 已经非常的均匀了对吗 因为刚刚我们会发现很明显 在左边的时候 它是非常的集中的 没有那么分色 好 按OK 记得 好 按储存 好 可以一样帮它取个档名 按OK 好 再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介绍第二种调整亮度的方式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三种方法 好 那我们载入其他的 好 另外一张照片 好 假设我们这是选一张风景照 好 按OK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其实它不是很亮 因为可能在阴天的时候照的 那一样你可以用两种 之前介绍的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 亮度及对比调整 好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的刚刚说的色阶调整 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第三种方法是曲线调整 好 我们按下去曲线调整 好 一样 左边就是我们的原始的图 右边就是我们等一下 就调整之后的图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一条曲线 好 现在色版就先进去全部 好 全部的设计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在中间点一个点 好 这是一个控制点 那你把它往上拉 好 你会发现 后面通过变透明了 就是也就是变整个都变亮 好 那我们也可以再把它往下一点点 因为太太亮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差别有多少 有看到了吗 这一点是最亮的点 好 所以整个通过变亮 好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再拉点一点 控制点 好 也是这边的控制点 那我们这边如果把它往下拉 它的结果是什么 好 有看到了吗 OK 好 这边会变得暗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调回来 好 那你如果真的不要整个那么亮的话 一样 OK 再把它调回来 OK 这样子就没有差 差一差这么大 但是其实整张照片都亮起来 对不对 好 那OK 好 那如果你还是觉得它不够清楚的话 你还是可以回到这边 好 亮度跟对比调整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 就是一样 对比 好 你会发现 诶 中间的景物是不是更清楚了 好 OK的话 就按OK 好 那一样 再储存你的档案就可以了 好 看要储存什么档案都可以 好 到面 这样就按OK就可以了 好 我们介绍了这三种的方法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第一种就是 亮度跟对比调整 第二种方法就是曲线调整 好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设计的调整 好 接下来请你们自己找一个 比较暗一点的图片来试试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好 就是台中的金针花 好 这里有个平台 现在上面没有我们家的狗女了 好 那 我们现在如何让我们家的逼定 可以这个站上我们的这个平台呢 好 那我们就是要合成照片嘛 好 那如何合成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样我们就按载入 好 然后呢 我们就选你想要把 这个去背的一张照片载进来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要点选 这个Bidding 然后后面这个要去背 好 那我们就选这个 叫做去除背景 好 然后这边呢 就选这个套取物件 就是这个 好 套索选取 好 那请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先把它放大 这样Bidding叫 好 那我们来开始 我们要这样子把它圈起来 所以请你在这边点一下 好 然后按着Shift键 好 你会发现 好 你顺着Bidding 狗比较不好圈 好 那人因为没有毛 所以会比较好圈一点 小心圈圈 先行沿着Bidding的这个毛 那你等一下要选取的时候 就先行选取你自己的图片 OK好 我们选完了 那我们就要去除除谁 我们现在是要去除外面的 不是去除Bidding 嘛 那我们要留下Bidding 然后去除外面的图片 去除选取外 OK 你会发现其实 因为我们刚刚没有选得非常好 所以其实应该再放大 放大 好 那我们这个等一下 我们再来把这个修一修 一样 选取 按着Shift键 好 先先选择 把我们家的Bidding选起来 再选一次 因为刚刚选的不够大 要不然这边要再多点一下 OK 先删掉这边 这边还没有删到 所以 其实你就是要放大 就是放大来 来弄 刚刚我们就是没有放大弄 所以才会 可能会有一些 Loss的地方 就是一直点 一直点 这个就是选错了 对 取笑选取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一遍 然后我们要选这个 OK 这个就不对 这样子 OK 所以就是你要选哪里 你就把它选起来 OK 因为我刚刚没有一次点好 所以现在就比较难选 我记得要选的时候 要按Shift 你会发现其实就是按Shift 不断的把它选起来 也是不要点太多的这个 范围 好 因为我都动到了 你看 所以它又选到了 那必须要再来一次 好 那各位会了吗 我们留一点时间 让各位自己来选一张图片 然后呢 去背 然后我再来处理一下这张照片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已经把V0弄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去一个档名 去背V0 去背V0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 去背V0的一个图片 这个去背其实需要花点时间 因为 其实这个也还没有完全去好 不过呢 基本上是OK的 好 那我们可以回复到这边来 那我们现在再来开一点 载入另外一张图片 好 那就是金针花这张图片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美丽的金针花风景 好 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缩小 好 缩小 看你要看到多大的一个 好 这个 或者是1比1 都可以 看你要这样子大小 还是怎样 好 可以缩小 OK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先让你载入另外一张图片 好 我们现在载入了另外一张照片了 好 那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已经把B1去背了 好 那这时候就不能再按载入 因为这张图片是基底 你会发现它的底层在这边 好 也就是 但是我们现在要让B1站上去嘛 好 所以这个是底层 所以这个是底图 那我们要载入的是什么 好 载入的是照片物件 好 照片物件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浏览照片 有没有 那这边有一个照片物件 好 所以请你选照片物件 好 这边有一个物件 记得 好 这边有一个照片物件 好 那我们要选谁 选刚刚的去背B1 OK 选这一个 好 按OK 好 就会发现B1放进来了 诶 可是你看会发现B1这样子的时候 有去背吗 它还是一个底图诶 对不对 好 你会发现 诶 奇哥为什么 为什么 好 那我们来想想看 为什么 难道你要再去背一次吗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OK 也就是说我们刚去完的时候 我们没有只存B1这一张图片 而是把展章都存下来了 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要回到B1刚刚那一张图片 我们再来解说一次 好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在存档的时候 没有做什么动作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选JPG 你会发现呢 后面是什么 白色的 好 即使你一定去背了 但是它是去背了 但是底色还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选什么档案呢 我们现在选PMG档 好 然后呢 这边选32维员格式 含透明度的咨询 好 选这个 你会发现 它自动会帮你把后面变成透明的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这时候再来载入 我们刚刚的基底图 就是金真花这个图 按OK 好 一样 因为太大了 所以我们把它调整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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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做这个 插入这个照片物件 好 记得 一样去选这个 去BabyLink 但是这时候请你选PMG的档 好 然后按OK 你会发现 并定变透明了 对不对 好 也就是它不会像刚刚那样子 就是说 它整个是白色的进来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调整大小 OK 然后再编辑它 到时候再编辑它 先把它摆到适当的位置就好 OK 我现在想让它变小 不然这样突兀 把它摆好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BD 就已经出现在这个照片里头 是不是很像它 在金生花海里头呢 对不对 好 这时候不要忘记了 我们再储存档案 然后呢 再帮它取一个档名 OK 金生花 好 这次就看你要存什么大名按 OK 做成成功 好 到时候我们再开一次 好 再彩入影像给你看 好 我们先去 先叫一张别的图片 好 再载入BD 再金生花 好 好 好 OK 好 这次就可以看到什么 BD在金生花里头 对不对 好 所以是叫做合成照片 好 接下来 我想大家在原则上都会了 好 那如果今天想要这个 帮这个 我们家这张BD的这个图片 好 我们想要让它 这个 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好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一个这个 这个 浮交风 好 好 那我们就选这个 滤镜 它可以帮忙加一点东西进去 好 OK 好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 描边绘图也可以 彩色的描边也可以 油画效果也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选一个就是 这个油画效果好了 好 一样 你可以看到 左边的部分是原始的 右边的部分 它帮你加上 油画效果的感觉 好 可以看一下这边 我们故意让它选多一点 好 因为我们这边蛮适合的 蛮适合 蛮适合油画的感觉 这张图片蛮适合 变成油画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 一个油画的感觉 OK 好 你会发现其实它有没有变成 油画了 你仔细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 扩散的效果 其实是跑出来了 好 这个 最近是 较油画的Fu 有没有 这边 好 比较复杂的 这也一样 比如说你喜欢的话 你就把它存下来 好 那我现在因为我把 没有 只是要做释放 我们就不存到 好 再来这边还有个什么 还有什么Fu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有一个 这个 ROMO 现在 ROMO的这个相机很流行 那假设我们要变成ROMO 一样 按ROMO 一样 你可以去调整 你要怎么样的效果 好 阴影范围在哪边 还有阴影程度 也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好 OK 你会发现 其实它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就是艺术的效果 那如果你假设你还是觉得 这个也不是你喜欢 我们再选ROMO 再选这个滤镜 好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让它有点 这个黄色的色调 你会发现 其实它就变黄色 OK 好 你看到 好 那假设你还是不喜欢的话呢 这个我想要变成 有点浴室玻璃的这种效果 不可以 好 一样 好 你会发现 它有点变成浴室效果了 这是锤子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想要变水瓶也可以 就会发现 哎 这是浴室效果 好 水波 好 那当然也可以把它变大 会变小的这种感觉 好 这是浴室效果 那还有什么 还有变形 我们刚刚已经说 浴室玻璃的效果 那我们假设要一个 有什么 马赛克 那一样你看 它是有马赛克的效果 那要不放大还是模糊 还有两种 那一样 那一样 这边可以选程度 看你要选什么样子的风格 这都是 为我们这个照片 来做一些不同的这种感觉 好 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风 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或者是有一个磁砖效果 可以 好 有没有一个一个 那你还可以变成很好笑 它可以问你说 你要这个磁砖大小 还可以变大的 齁 你磁砖大小是可以变大的 加上我们变成26 你会发现 它磁砖大小就变大 好 因为我左边这个没有调整 那我假设一样 大概是20 好 你会发现长跟宽 其实那个磁砖都已经变大壳了 这是磁砖效果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滤晶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你要去杂讯也可以 你会认为哪边有杂讯 你可以把它这个遮到 遮罩的部分把它射掉 把它这个去除杂讯的部分 好 这就是我们的滤镜效果 所以 看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个 效果 你都可以自己试试看 好 这个都有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变成模糊 变成锐化 这个 这个都可以 那假设现在最流行就是黑白 就是变成黑白照片 这样就变成黑白照片 就是复古风 就是黑白照片 好 记得如果你更改之后 因为我现在都按取消了 那如果你之后 这个想要变成这个 复古风的照片的话 请记得存档 好 那接下来请各位自己练习 好 接下来我们想要来做一些模板的部分 就是 那我们先会基础的一些影像间集之后 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这个变化 你会发现其实基本上坊间有很多人会问你说 我可以帮你把这个登上时尚杂志的负面 那他怎么做的呢 其实基本上很简单 好就是 他是这个套模板 套模板 你会发现其实这里有很多模板 那这些模板呢 基本上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说过 就是说 你可以去下载 你可以去下载 刚刚有些这个 material 就是在那个官方网站上面 其实会有一些material 他是可以这样下载的 那如果今天想要登上这个时尚 这个杂志 假设是一周刊好了 可以选一周刊 你会发现 哇 他已经变成一周刊的一个这个封面了 对不对 你的照片应该选谁 我们刚刚选的这个 对不对 选了这个 V0 好的当方便 那缩涂液 缩涂液的模板呢 我看一下 看你要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就是这个 你就会发现 他的长相都不一样 有没有 他这个其实就是格子 就是他的图片 OK 有没有 好 这是很很清楚的 就是说 这个是你的缩涂液的一种模板 那如果你要大头照的模板也有 好 那我们现在先用照片模板来看 就是我现在想要当 我现在就是想要当我的一周刊的封面 好 就选这一个 OK 那V0也可以往 可以移动 你看 上下左右移动 因为现在V0有点被挡到 所以我希望他能这样移动一点过来 或者是把它缩小 有没有 你会发现我把它缩小以后 其实 这张图片就变大 我再缩小一点给你看 有没有 V0是越来越大致 OK 好 那如果觉得OK的话要怎样 就是把它按 OK 好 那这个封面就完成了 是不是就很像V0 好 这个V0就是很像这个封面的女主角 封面的女主角 那如果你今天不喜欢这两个人怎么办 好 我们一样 就是可以把它 很丑保持 我们要选照片物件 好 可以把它挡掉 好 好 假设我因为我还没有去背 所以这张图片 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 好 那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可以用 必定物件来 来 隐藏它 OK 这张应该不够大 可以再选一张 来隐藏它 好 这个就是一个 超片物件 OK 好 那今天假设我想要再增加一些 其他的东西呢 譬如说 今天想要再增加一个 这个 像这样图形的图片 好 假设我想要增加一个效率 好 可以把它选进去 OK 你看效率就在这里了 一定可以下 OK 其实这有点太花了 只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它可以变成一周看 好 那这个物件属性 其实也还可以去设定它 这个 这个物件属性 所以你看 你要什么样的颜色 好 其实都还可以去变化它 OK 好 这个 是这个部分 这个物件就是它 是这个物件 好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套模板 好 那当然模板还有很多种套法 就是 它不是只有这一个一周看 它还有很多种的模板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模板 还有这个月灵模板 对不对 还有宝贝的月灵模板 好 那还有这个 也用照片拼贴出来的效果 好 这个也是 好 那但是因为我们贴了这一个一周看 所以其他都只是这个 额外的附加的 这个是我们的灵静的效果 好 这很恐怖 好 那这个就是时代封面的 登上 时代封面杂志 超厉害的 好 这是我们家苏美灵 对不对 登上时尚杂志 好 那你会发现 其实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套过了 所以 它现在就是用刚刚那张图片来当基底 然后往上夹 也就是一周看也在 Times也在 好 这有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已经是 不是以V定的为选取 而是以整个一周看的部分来选取 那请各位是试试看 怎么做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要怎么样子来做一本写真书 但是我今天想要帮我的宝贝 这个做一本书籍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来我们来看一下写真书 然后选新的编辑 好 那它里头有两种 这个预设的模式 一种是 这个 25.25 15乘以12.6公分的迷你写真书的一个范本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去这个 下载的一个Template 就是一个模式模板 那 这两个模板分别都有这个25列 好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比较封面 然后它里头是比较没有多其他的废 这个 这个其他的图片 然后比较死板 然后所以我们就选这个 原设计好的一个Template 就是一个模板 好 我们选它以后按OK 好 你会发现 它有各式各样的这一个 比如说第一页的涨像 第二页的涨像 第二页的涨像 这个每一个 其实都是这个非常多彩多姿 好 那当然你如果不喜欢这些模板 我们等一下都可以 再多掏一些东西进来 好 那我们现在选这一个 比如说 这个Lovely Baby 就是这个图层 好 在这个图层 那可不可以改字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处理这个影像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载入图片 载入照片 好 先选这边 好 那假设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图片 都选进来 好 那因为我不想要选到这个 下面我们刚刚编辑的这四张图片 所以我们就先 加入照片 我们就先选 就按着Shift 好 就可以去选取了 去选取 这些照片 好 然后按加入照片 因为我有六张没有选 所以不能选加入所有的照片 我们只能选加入照片 好 做好以后呢 可以看一下 用哪一项是不要的 好 好像都要 好 好 接下来 OK 好 它就会帮你载进来 好 我们等它帮载进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喜欢这张照片吗 好 那它帮你做一个摸板呢 这个摸板 这个就是首页 这就是缝密 我们这是第一层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层 那我们看一下影像物件 这个就是这个 云就是影像物件 好 这个云是影像物件 好 那点影像物件 还有一个云 对不对 所以呢 假设你不要这个云的时候 怎么办 按两下 好 好 看要不要变化一下图片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变成星星的 好 你会发现云就变星星的了 好 这是可以处理的 那要不要变化颜色 我想是不要了 OK 好 好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好 这个就是外面的这个物件 对不对 这个 这个物件 好 你按两下进去 看看 好 一样 它现在是选云 加上一天选星 可不可以 好 你会发现后面这个就变星了 对不对 一样 去到前面 好 还是选云 好 那自行 不要管 因为它是自行嘛 好 底色 就是选透明的 对不对 那你刚才选短 就是这个 粉红色的这个线短 假设你不喜欢粉红色 你可以改 假设我个人比较喜欢蓝色 对不对 好 OK 好 你会发现 诶 画面的这一圈就变成蓝色 好 变成蓝色 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换成黄色 就来换成黄色 OK 好 这样感觉比较亮对不对 好 那这个也一样 这个图片如果不喜欢 外面这个框线不喜欢 怎么办 你会发现 来 它现在选的是什么 好 假设我不喜欢这个 预设外面这个 粉红色的这个框 它这个是加上去的 它预设的这一个 其实是外面这一圈 那 这一个 才是外面这个 黄色的这个部分 好 那你看 我们再选回这个影像五件 这个部分 好 可以看一下 它是在帮你变成一个方形 然后呢 边框颜色 是什么 粉红色 那出是20点的出 那你今天也可以选择什么 就是不要启动边框 你就会发现呢 它刚刚的那个粉红色那一圈不见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选择 启动边框 但是我想要把它改给颜色 假设我这时候就真的选了一个蓝色 好 按确定 好 你会发现 它就帮你把蓝色加上去了 好 那边框可以把它改小一点 或者是 要 大一点也可以 好 你会发现边框变小了 好 那或者是你想要大一点也可以 OK 好 这个就完成我们的第一页 OK 好 那再来 如果你要写Bidding的这个印记 你看一下点这边 好 因为这个就是它打上去的 所以其实都是可以改的 好 那假设你看 这就是lovely 好 那我们如果改成还是lovely 还是存在 那这个baby 可以改成vely 好 就不用找vely 好 那你看你要什么字 看你要什么字体 好 那因为asio black break是比较好看的字体 好 那我们看看 如果说我们改成别的字体 好 按 OK OK 好 这有没有问题 好 那这里有一个物件属性书设定 你可以点进去看看 这是我们刚刚设定的 其实是一样的 那 这一个边框是不是要加上去 看个的 然后你要不要开启边框 那我们先把边框不要了 好 因为看到很明显 这个是有点蓝蓝的 绿绿的 好 这是边框 如果不要的话就把它删除 好 我现在想要把它关起来 那这个透明呢 就是 现在没有开启透明 那阴影的部分 也没有开启阴影 滤镜的部分也没有 底框也没有 所以它刚刚只有设了什么 就是边框 好 再来就是 这个颜色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因为画上去的一个物件嘛 那它现在选择就是这个材质 好 它自己预设就是这个材质 假设我不要这个材质呢 可不可以 好 假设我选格子 可不可以 好 你会发现 因为它是红色的 好 那它帮它加蓝色的格子 所以就会变成 蓝点 好 自信你会发现它刚刚是用颜色嘛 好 是用红色 好 好 它只是帮它加了蓝色的底 的格子 好 或者是如果我选建层颜色 可不可以 好 你选一个建层颜色 可不可以 假设我变成这个建层 可不可以 好 都可以 请你自己去选择 你喜欢的一个建层 就可以了 好 那因为它底是蓝色 所以你现在如果用蓝色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楚 好 你会发现 其实你都可以调 好 看你喜欢哪一种样式 都可以 OK 好 所以请你自己去选择你要的东西 那你如果觉得这个材质你真的不喜欢 好 你自己再去把它调整掉 好 但是我现在是确定我不要这个变框 OK 好 这个也一样 OK 这个也一样 不要变框 好 那我的颜色想要改一下 好 那我的颜色想要改一下 好 好 有一个感觉 对 好 我一样不要选择这个 选红色好 好 好 按确定 OK 好 好 那这样子的封面就做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主页来看一下 好 这是第一页 这是我跟PT的照片嘛 对不对 好 那一样 好 如果我这边要改的话 你看这是影像无间 好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怎样 把它删了嘛 好 如果我不喜欢这些一堆花 或者是我干脆把它搬到旁边去 好 让它摆在这边 OK 好 这就不会挡到我们两个了 哈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到三页 好 有没有不喜欢的 好 那假设你现在 你会发现 诶 比例好像太上面了一点 对不对 那怎么调整 好 我们就可以去选这个 可以去看右翼片下 有没有 好 或者是我们把它说一下 好 那比例就会在正中间一点 OK 有没有看到 好 这都是可以去调整的 好 那这个图也一样 比例的头不见了嘛 我们把它往这边断一点点 那或者是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 这样比例就要进来了 因为它用了一个遮罩的方式 让它变成圆的 OK 好 那我如果不喜欢边框 一样 这个边框颜色 可以去调整一下 客人是非常喜欢蓝色 所以我都把它调整蓝色 好 那我喜欢让它粗一点 这个边框就会粗一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张图也是一样 好 因为毕竟歪掉 所以我们把它搬回来 OK 好 你看 多可了 好 再来 四到五页 好 它就会帮你载入你现在设定的一些 这个图片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张也是一样 歪了 对不对 头不见 好 那我们把它搬起来 好 好 B0也不见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大 OK 那它最大就是到这边 所以B0就不见了 对吗 好 好 那也无所谓 看到我也还不错 好 这个 一样把它翻下来 好 变小 OK 好 再来 六到七 好 这个非常适合B0 对不对 这张可能就不适合 调整一下 OK 这就变成B0的写真书 好 好 这张太萌了 好 把它翻过去一点 那因为 这个 不要弹弹漏唆 好 放回去 OK 所以一样 可以把它变大一点 想它变大就变大了 对不对 OK OK 所以可以翻过来一点 因为我只不喜欢左边这样子 好 把它翻过 摔下一点 OK 好 看不到它的小红 OK OK 好 就这样 再来看一下这个12刀 这时候我们叫做王小红 对不对 好 那如果已经没有物件就没有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物件这样 删掉 好 就是把这个框框删掉 它就不会有这个 或者是你可以移动它 对不对 你可以移动原本这张图片 把它放大 那一样它头不见 所以我们把它 拉上来一点 OK 好 那你会发现 如果这都没有的 好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动作 就是可以把它这个 删除 可以把它删除 好 或者是你到时候就是 再多放一些 这个 照片 好 放进来这样子 好 那我们的问题 好 那我们这样 做完之后 我们就再可以来这个 输出写真书 好 它就跟你讲说有些 好 没关系 那我们这个解析度不够没关系 那我们就把它 这个 完全就是照输出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没有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输出 把它勾掉 好 所以看到 其实基本上 我们有25页 但是我们图片不够多 好 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把它 整个开始输出 OK 好 那我们来 开始来 试着做做看 我们自己 属于我们自己的 或者是 你跟你家人的 选真书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 这个照片拼贴的功能 好 那我们一样 它就是 顾名师就是 帮你把所有的 这个照片 有很多张的时候 可以拼起来 不过真的是 不要选太多张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好 那我现在假设我先选三张就好 或者是选两张就好 真的千万不要选太多照片 因为它真的会很慢 好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已经帮你拼贴出来了 有没有 就是 两张照片 这边有拍力德的这个风格 它还可以有一般照片 好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加白边的照片 然后或者是这个 拍力德的照片 那你这个框 假设你不喜欢 你也可以选择绿色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啦 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框色 好 那如果你真的还喜欢 再多一张的话 我们再来选进来 好 按OK 好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真的是有很多张的意思 就是说 多张拼贴起来之后 这个 成为一张照片 那这个也可以啊 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开 开启阴影 要不要开启 如果不要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个阴影不见 那这个阴影 如果你真的开启的话 你可以把它调细一点 好 有没有发现很明显的 阴影就变薄了 变小了 好 那当我们把它设置 大一点的时候 它的阴影就会很厚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拍力德风格 好 那我们看一下加白边的风格 好 这就是我们加白边的风格 一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调回来 好 假设我把它调成这个 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调成8号 好 OK 你会发现其实阴影就变小了 好 我按OK 这个就是变成一张照片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好像你看 它即使变成一张照片 这边图层也是一样 就可以把它 这个删除 好 它是用图层的观念把它堆上去的 那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物件 这个叫做影像物件 就是说 你也可以再加入一张这个 影像或者是 这个照片物件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影像物件 好 这是它已经帮你设好的 假设我今天想要让B一定变成一个条码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你会发现 诶 这边就会有一个 这个影像物件 那我可以把它变小 它就会多一个条码 好 放好它的位置 那 我们当然也可以变成再多一张照片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好 那我们再把它堆上来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日期 或者是 就是说 你要不要帮它选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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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过时间的物件 那 当然 这有个生日的物件 好 你看 你要不要寻进来 你会发现 诶 在这边有没有 好 在10岁23天 好 这个是生日的 一张图片 好 这是月曆物件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月 好 这个月的这个 这个 行事曆 再进来 好 你有没有发现它是10月 好 所以 它其实跟着你的系统日期的 把它删掉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并定的这个 变成月曆 可不可以 我们就是刚刚这个 好 就是我们把这个月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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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来 然后呢 我把它 放在这边 好 或者我们再把它调整一下 这样 VDIN的这个 就可以帮助我们 VDIN的这个 月曆的物件 好 就是很简单的 这个单元 介绍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个新的 好 就是 刚刚做了一个照片拼贴嘛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拼图 好 拼图要怎么弄呢 譬如是我们现在先载入一张照片 你想要做拼图的照片 好 那我们选一张 好 VDIN这张 好 做好以后呢 我们现在 选好以后 我们来做一个按下去拼图 这非常简单 现在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好 现在就是几片 好 这是4乘以4 就是1234 1234 好 就是4乘以4 那你要不要立体 你的立体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好 你的光线要怎样 这个 你距离的这个边 好 要32 还是什么样 这样太简单的话 我们还有各种不同的造型 对不对 还有Pint to的这个造型 好 也有这种造型 好 做好以后 就请你把它按OK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做完了 好 这就是你的Pint to 好 这个非常简单 那也可以在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影像外面 可以加一个外框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好 我们比如说这边 我想要把它加个外框 好 就是有我的Pint图以后 再加一个外框 那因为这个没有调整好 那我们就要把它调整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Pint图 好 这个也一样好 就是说 你输出的尺寸 是加外框的尺寸 这样子 是多少这样子 好 OK 我选好以后 我们就按OK就好 那或者是选这个 好 我们选大头贴 大头狗 比较跟我们家VD 比较相近 就选一个这个大头贴的 这个大头狗的这个图 好 按OK 好 那我要把这个存档 好 我们就按厨存 因为我等一下 要做一个封面 好 所以你等一下也是要做 先做这一块 好 把它做一个封面 我们等一下要用Movie Vector 这套软体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 这个封面做出来 好 那就做好了 那记得 记得做好以后要存档 好 做好以后 来 让你们有时间做一下 记得先做一张照片 然后这张照片 是你未来要存档用的 好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最后一个 就是照片编辑 要选新的编辑 因为之前我们在做这个 一周刊的时候 好 好 那我们选一个一周刊 好 我们把他点出来 因为发现旁边这两个人 不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好 还有这个我们也不想要 好 那这个写真集外流 这个我们不想要 好 这个我们都可以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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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写真集外流没关系 好 这个照片 一样 我们可以换一张图片 我们可以换一张图片 再录照片 好 好 这个我会有 一 二 三 耶 但是 这个没有变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一样 就是 选右键 变更物件的影像 你想要变更成什么样子的物件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选这个 按加入照片 好 然后OK 那这张照片 就会换成我们 有没有 那他上面有一个小开 这个偷偷结婚 当然这个要改掉了 好 在那里 好 这边 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可以把它 删减 这里是一样 我们可以按右键 选 变更物件的影像 好 他使用者他就已经会选 洗一洗用 选这张 好 加入照片 OK 这张就是变成迷迷的照片 那我不想到这张照片了 好 要换一张 变更物件的影像 想要选一张比较可爱的 我们翻的照片 按加入照片 按OK 好 就换掉了 那一样 那如果你这个不要了 假设你觉得这边太拥挤 那我们怎么办 按这边把它删掉 按 4 那象徵记照 也一样记着 因为它没有合并 所以请你务必 把它删除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放在这里 看会不合适 那因为你只有编辑到一张嘛 对 所以其他也都可以 如果不要的话 就可以把它删掉 好 看你最喜欢哪一张 我们来调哪一张就好了 我们来调哪一张就好了 那一样 这个可以把它缩小 或者是把它放大 我觉得可能要翻过来一点 好 背影就过来一点了 那这个一样 我想把它 变更 它跟它比较合的 应该还是在 绿地上吧 找个在绿地的 或者是他妈好了啦 那这张也可以 OK 这就不要 好 这就有点像它的这个 缩影 对不对 好 这一样三角 好 那这个一样 好 这个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 看一下它可以缩小 好 这就让我们觉得我们是 这个缩小版的 放在右边 OK 这还有没有问题 好 或者我们把这边遮住 好 这是缩小版 那如果不要的话 我们就把它删除 好 一样把它删除就可以了 这样就做完我们的封面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当然也可以 你可以继续改 好 按两下 假设 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线段 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 呃 图形控制 对不对 我们一样 可以把它变成新 对不对 独家 那字形的部分 我们可以改成 Azure Brick OK 颜色也可以调整 假设我们一样 看 要选什么颜色 OK 确定 好 它就更改了 那坦白说还是刚刚那个字 比较好看 好 把它盖回来 好 那这个一样就是说看 你要不要这个 透明格式要什么样子的 这个颜色 就把阴影 现在都没有打开 OK 这就做完了 好 你一样跟刚刚按两下 按这个无线属性 都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按加 图加 好 再编辑一下 好 这样也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输出照片 好 那它说 这个解析度不足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 好 我们就选择开始输出 那你要输出在哪边 它会变成P01 P02 P03 P03 这个图片 那我们要改一下路纪 好 我们就在Picture 现在有的 清水 OK 开始输出 好 它已经在输出了 当然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打勾取消 它就不会输出了 好 各位请你试试看 在我们准备好一些照片之后 我们就开始 可以开始来编辑我们的影片 首先请你到 连接到我们的这个 Windows的官方网站 点到官方网站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到你自己的这个作业系统 好 假设你是Vista 那就请你选这边 然后呢 如果是Windows7的话 请你选立即下载 然后呢 它是不用钱的 好 一样请你选立即下载 那一样 看你要存在哪里 定存新档 好 按存档 好 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取消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 做完 做完以后请你按组成嘛 那一样 按着这一个 刚下载的档案按两下 它就开始执行 好 请你选执行 接下来它就开始准备安装程式 好 它就会问你说 你要安装什么程式 你就选择你要安装这程式 再过来就请你选这一个 好 就是 影像中心 MovieMaker Messenger这个已经没有了 好 它就开始安装 好 安装完毕之后请你就按关闭 接下来要怎么开启呢 请你按这个 开始 好 我们要按收入程式 那我去选到 MiniVeg 就各位自己试试看 同学们有看到MiniVegor在哪里吗 请你选所有程式 这边 有一个Windows Live Movie Maker 打开来 刚刚的照片都准备好哦 我们等一下才可以一直把它挥进来 对 这就是我们的MiniVegor 它有很多的功能 它可以 做照片的这个 跟影音的这些处理 而且非常简单又不用钱 再来我们选这个新增视讯与照片 按一下这里 把刚刚的这个所有的照片都放进来 再这个 picture 你们要选你们自己设的这个资料夹 把照片都放进来 picture a 全选 按开启就了 他就要把所有的照片都拆进来 这次因为刚刚我们载入了一个视讯 他现在已经开始把你预设播放了 虽然就是自动化把你经营了 看到吗他已经在跑了 他正在准备一些视讯 我们让他把请你们自己的自己列席一下 当你已经载入你的照片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自动制片的一个主题 这边有很多种主题 这个是 这一个 看你要这种格式 还是这种格式 还是这种格式 这个已经非常简单 因为就是纯粹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格式 然后这个 他一定提供我这 1234567 这种七种 制片格式的模式 我现在选择这种格式好了 他说尚未新增音乐 是否要新增音乐 是 刚刚已经准备了一个音乐 所以如果你要在你的影片里头音乐的话 我们这边都可以 就是你自己要先准备好 那样选在亲子摄影 那样选在亲子摄影 刚刚放到哪里去了 我等一下找一下 选好主题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移动一下 譬如说我刚刚已经偷偷的 放了一个什么 刚跟各位说 我们做一个封面嘛 对不对 先去看一下 可以把这一个 点斑 当做是这一个 当做是后面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影片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搬过来 就变成我的影片 他头就在那边 那我们来预浪看看 有没有 是不是 就是我的影片 插开 插开再来播放 这个就是 那如果假设你不要这个影音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我们就把它移掉就好了 把它删除 就是我把这两个影音删掉 我现在先不想要放影音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是封面 做好以后 其实你就可以按 储存影片 你是要DVD 收录DVD 那还是先把它存在 我们的电脑里头 或者是window form 就是可以 这个你的 手机一头可以看的 那我们现在存在电脑里 我的影片 一样存在我的DVD Picture 放在这边 这样就可以了 请各位自己试试看 好 接下来我们补刚刚的这个音乐 请来 按新增音乐 好 新增音乐 找到刚刚 我们下载的地方 然后 售课教学 找着 监制摄影编辑 选到这一首歌 按开启就 我们来看看 它就把声音放进来了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把音乐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在编辑里头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的持续时间 也是每一个照片的持续时间 你要让它多久 好 现在是设定 看相片或背景持续时间 我们现在设定的是7秒 那如果想要让它长一点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假设我们设定10秒 那就是每一个 的这个时间 会10秒 也就是会播比较久 那事实上 其实一张周边看10秒 也有点烦 那我们把它调回7秒 那我们把它调回7秒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动画的部分 那在切混的时候 怎么样 它有哪些效果 可以看一下这边 那是模糊至全黑 等如果转出 这个是马赛克的 这个你要看你要哪一种 那这个是每个动画的一个 持续时间 那现在每个动画是持续1.5秒 它现在每一张 的这个混争片 切纹 每一个会停留7秒 那这个动画的时间 是持续1.5秒 你看要不要那么长 就是我们选电影的这个 或者是其他的 它有预设有一些 这个 你要不要全部套用 就是全部的都是会用这样子 那我选择从第二张开始以后 我们在转换的时候 我们在转换的时候 要换一些比如说向下填满 或者是这一个部分 那这边的部分 就是你现在 呃 要不要自动 这个取景的位置 的这些调放 要不要改变位置 那我们现在要让它 从哪边进来 像我选择这个好了 交叉 然后呢全部套用 然后最后就会全部套用进来 然后最后就会全部套用进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拨拨看 好这个是交叉 OK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话 你可以改一个 假设你从这边开始 就可以选择 好这三个 我们可以选择别的 看是不是要用选 其他的方式 上来 好就是这个 这个 可以 好那我们选择这个好了 OK 好这有很多种的一些动画 要看 你个人的喜欢这样子 好那视觉效果的部分也是一样 假设你要 去调整这个图片 你看到 看到没有 它可以改变 或者是这张要变成黑白 那我们就把它改成这张黑白的照片 好那当然我们不想要全部套用 那我们从头再拨一次 进来预览看看 好这是我们刚刚设的第一个 好那这个也是一样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效果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后面设定都是从黑白的 它最后都会变成黑白的 我刚看到 OK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你到底效果要做到什么样子 你也可以更改你的效果 假设你现在不喜欢这个 好这个效果 你可以回到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 可以再来改一下 社交分离或什么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要不要全部套用 我怕这有很多种 你看到这是电影的 我们刚刚有设定一些电影的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动画 你真的不喜欢 然后假设我真的不喜欢这个 可以把它改掉 这里有融结 假设我现在要设全槌子 或是这个 然后再按一次全部套用 好再补一次 你会发现其实它就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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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设成那个黑白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一开始会变成黑白的部分 好那这个的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看你要不要去改你这一个 要不要去静 或者是去静的位置往上移一点 好那我们都不要去动这一个 如果要选择这个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按全部套用 要不要拉远 要不要拉近 那我们来设一张好了 来设一张看看 这个是 其实我们就要往小黄的照片 对不对 要选这一张 要选这一张 就是我们选这一个 一样选视觉效果 好我这是动画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我们要发现它会把它变拉近了 或者是拉远 你会发现小黄会越来越远 那我们把它选这边 这个一样我们把它 假设我们现在选这次 我想要让背影拉近 那拉近到哪边 要不要向右旋转 那我想要让鼻林拉近 然后在正上方这样子 就选这一个 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所以看你要哪一种 那这个也是一样 我想要让鼻林 这个很明显的让它这个 从这个 focus在这边 所以我就可以选视觉效果 选动画 然后呢 一样 选这一个 那我要 先拉 拉近 那到时候你就可以再 再看一下 那 做完这个动画之后呢 我们回到场用这边 这个拍摄地点 那我想要让这个 后面 这一张我的这个 移透看的这个封面呢 我想要把它移到这边来 到时候我们可以打这个导演的部分 这三张我不要 因为重复了 或者是把它移过来 那把这个字 我想要翻过来 那把这个字 这个先不要 把它删掉 我想要把导演的部分拉过来 这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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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先翻这样子 请大家先试试看 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 我们的顺序 这些照片的顺序 假设我们现在想要 应该让它这样子 就是 草地的肉肉 它在草地的 那 微的 比如说 像这一张 我想要让它跟 王小红在一起 那就把它先调整一下 这一张 那应该想要让它在那边 稍微自己调一下 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你的顺序 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你的顺序 做好之后 我们调整完之后 你可以再看一下 你的这一些 就是你的动画这些 是不是 如你所愿的 一些去做一些更改 好 是不是有一些特效 那如果不要这些特效 你也可以把它再调整一下 好 比如说这个灰色 一定是在视觉效果里头 我们刚刚可能有一些 动到这样子的 红色滤镜的部分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调回来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调回来 那或者是你要有一个镜像的部分 或者是宇宙或进化都可以 那这是马赛克 这个色调 都可以变化 淡数字白色 或者是 你要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一个转弯旋转的 这个角度也可以 这扭曲我想不好 那 那 当然如果你要有多重效果 这样子也可以 好 把这个白色色 淘回来 好 这个是 塵射边缘 那这是模糊 好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设成这个 不要 OK 调整了之后 这个 这个效果这些都调整完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打字幕 对不对 好 我们前面有一个字幕 可以选这个 字幕 那一样 字幕都可以有各种的 不同的效果 那我们把这个草地 这个处理一下 草地是我的最爱 把它调整一下 那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做 你自己的可爱 你想要的字幕 那么 Thanks 一样可以在这边打字幕 然后还是说你可以在这边修入文字 对不对 一樣這邊會有效果 看你是不是要從右邊進來 這是編輯文字 當然你可以去選擇你喜歡的這個字體 那我們一樣這個是我們選的一個 這個看你要選什麼字體 這個出原體 它就會變成這個 這個 這樣子把它放大 然後編輯它 把它放這個 稍微處理一下 一樣看 要什麼效果 把它調整回去 一樣看你要什麼樣子的 這樣子也可以 然後這個也一樣 我們看什麼樣的效果 選這個 選這個 看你要什麼樣的效果 你要飛行也可以對不對 滾動也可以 表白也可以 好 那請你各自 完成你自己的一個這個 文字的編輯 如果你把字幕都處理好之後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這邊它預設了三個 就是它的效果設定 是什麼呢 就是設成 這個電影的部分 所以它會有翻頁的效果 就是 像我們一開始這樣子 會有一個這個 好像我們在謝幕的一樣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寫導演 是誰 導演就是我們家的 蘇美玲 OK 導演你看 可以在這邊輸入你的名字 我們就可以寫什麼 蘇美玲 好 或是你好了 就是我們自己 應該是 OK 寫我的名字 好 那主演是誰呢 主演他就是我們的蘇美玲 好 那拍攝地點 我們可以改一下 可以再拉一張回來 加上我們可以拉這一張回來 好 複製一張 那這一張就要了 左眼 可以拉過來一點 我們把剛剛刪掉 那拍攝地點 我們可以再把它拉過來 加上拍攝地點在哪裡 就是 台灣 美麗的這樣 美麗的這樣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你的肢體的大小 或者是你的顏色 一樣在這邊 我們可以自己調整我們的顏色 好 一樣 好 我們來預覽 來看預覽一下 就是看預覽一下 好這是導演 就是我 好這是電影的這種效果 好 左眼就是蘇美玲 台灣美麗的家 好 那 結束之後呢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好我們要儲存影片 好 那你是要儲存影片還是儲存專案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一樣我們按儲存 這個 這個是我的影片 那我們當然就是一樣 這是 到時候可以再找它叫出來編輯的 好 就把它選成收割編輯 親自攝影編輯 好按存檔 好再來你可以一樣把它儲存影片 可以把它存在電腦裡頭 我們可以隨著我們的這個影片 按存檔 取代它是 好這樣就結束了 我們就等它存完 我們就大功告成 好今天的課程到此為止